啊大家好我是小君啊我也来了啊 今天的股市的话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我没有看到这张图之前的话 我不知道一看的话我吓一跳 我看反正社的话竟然今天那么红 我只知道今天 energy的话是毁掉 但是我不知道今天银行把金融板块的话也是毁掉 那基本上现在看整个热力图的话 今天基本上就是一波整个科技股的 relief rally 那么很多小伙伴今天我相信很多很多小伙伴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就开始加仓 或者是盘前的时候就开始加仓啊 这一个行为的话那基本上到今天收盘 基本上去到今天收盘的话起码百分之十以上的一个回报 那还是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骄傲 为什么那从我个人看法来说的话 像今天的这种走势 其实正正好好一个月之前一月二十四号 当天的话就是一个V型的一个走势盘内的一个波动的话 非常非常大啊 不管是看指数也好或者看个股也好 对吧 那这种情况的一个走势啊 其实更容易的是出现在一个熊市的一个市场 那么而不是一个牛市的一个市场 那只有在一个熊市的一个市场的话 单日内的一个波动的话才会那么大 因为那说明短期之内一些资金的话 要不就是做空 要不就是马上就进行一波啊 空头的一波反哺所导致 那单日的涨幅的话可以那么大 因为你看一下那么连 Microsoft Google Amazon Facebook 一天的话都能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啊 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空头的一个回报 那我再给大家举个稍微更加基本的一个例子 昨天晚上财报爆了一家公司叫 skills 即使今天白天那大家买进 skills的话 我看了一下你白天如果买进或者盘前你买进的话 昨天财报爆了 然后后收盘的话是盘后的话是跌了百分之三十多啊 就你今天早上你买进的话 那你到今天收盘的话 你也能就一天浮盈的话也是在百分之三十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享受今天的这种涨幅 但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最后我想说我相信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都加到了盘前七百块钱的一个特色啊 对吗加到小伙伴的话在下面扣个666好吗 啊今天这期视频的话主要讲四家公司的一个财报啊 Square然后coinbase然后opendoor然后stamp 然后财报会议的话 我只听了square的一个财报会议 其他公司的其他三家公司的话 我还没有时间去听 但是我全部会去听完 然后再来和大家做一下更新 那为什么选择先去听square的财报呢 因为我看了一下我盘后的话 我关注两家三家公司我都看了 然后stamp并没有怎么看 那我盘后特别是看了一下coinbase和啊square的一个走势 盘后的话有一段时间是涨的 然后又是跌 跌完之后的话square的一个盘后的一个走势 就是突然就上去了 直接最高的时候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三还百分之六 然后我就我就纳闷了 我想他财报会里面的话到底讲了什么东西 然后会导致财报之后的话会涨那么多 然后我听完他们财报会议之后 我仍然是一脸门泉 我没有听出来啊 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讯息可以告诉我 或者可以去解释为什么盘后的话涨了 现在的话我看百分之十八百分之十七左右 我没有找到这个答案 然后我稍微说一下就 我相信看我这个频道时间比较久的一些小伙伴应该比较了解 对于我来说的话 很多时候我说每家公司的一个财华 不管是我有这一家个股 或者我有这家公司 或者我没有这家公司 我尽量是以一个客观的态度来和大家分享 我相信大家很多时候应该很少会看到啊 作为一个博主 然后自己可能手里有这只个股的 然后会告诉你啊这只个股的话可能并不怎么样 或者财报的话并不怎么样 那我每次的话只想和大家分享我个人是怎么看这一家公司 然后我尽量是把我自己的一个身份从中间的话移除 因为最后的话会影响 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的操作 如果我觉得他好 那么那我有的话 那我可能会加仓 如果我没有的话 那么那么我考可能会考虑会开始建仓 如果我觉得这家公司不好 那我有的话也许我会考虑减仓 甚至于清仓 那如果我没有的话 那我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家公司的一个看法 好吗 就特别很多时候在财报之后的话 不管他财报涨还是跌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你顺着他的一个财报盘后的一个涨还是跌 你去找如果盘后是涨的话 你去找一些消息来证明他这家公司盘后为什么涨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看财报的一种方法 那么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一个市场下的话 很多时候啊财报之后就财报之后的一个走势的话 是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一个财报的 那所以我觉得特别在这一段时间的话 那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去看每家公司的一个财报的话 我觉得都是显得格外的重要 那么因为啊这样的话可以帮我们那更加清楚 就这个这个公公公司发完财报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操作 比如说真的是比较好的 然后他开始真的财报比较好 然后他盘后现在是跌的 那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的话去进行加仓 反之的话也是一样的 好吗啊 先来看一下square这一季度的一个财报啊 财报本身的话营收营收的话比预期要好 但是我就说我说这个营收的话 你去看啊 华尔街的一个预期和他就square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营收和华尔街预期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一个营收的话受到比特币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看square这家公司的话 我们一直是应该看的什么 看的是growth profit 所以毛利润 但是去看毛利润的话 square最后实际出来这个毛利润是比华尔街的话是要高的 高了差不多有啊 十五到十六个就十五到十六个每年左右 所以其实也是比华尔街预期的话 高了差不多一到两个百分比 并不是非常高啊 这是他的一个套盘 这是他的一个营收啊 然后从他那个eps 从他那个bottom line去看的话 adjust eps 的话 比华尔街预期的话是要高了百分之十三 那非常有意思啊 很多时候我们非常有意思 我们会看一家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发觉有些新闻的话 会用这家公司的一个adjust eps 有时候的话会用这家公司的一个eps 那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写那些新闻 特别是seeking alpha 我不知道他们写那些新闻背后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那比如说我今天看到seeking alpha他们写square的时候 总结square财报的时候 他们用的就是adjust eps 那么然后告诉你啊 那square的一个数据的话是比华尔街预期要高的 然后我看他们总结opendo的一个啊财报的时候 他们用的就是eps 然后告诉你他们eps的话 比华尔街预期的话是要低 我不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或者他们背后有没有这个目的 或者他们这个背后的标准 我不是非常清楚啊 但是对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的话 其实看adjust eps的话可能更可能有时候大多数情况下 我说更能很更能比较好的去衡量这家公司的一个盈利能力 那比如说其实这段时间的话 有很多家公司我们都应该去看他那个adjust eps 比如说像amazon啊比如说像shopify 那因为很多时候每家公司里面的话 我们单看去他一个会计准则的一个eps的话 里面有很多一次性的一些东西 或者里面有很多和他们运营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进入了他们的一个啊eps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东西的话 从eps的计算里面给去掉 那所以看adjust eps的话 很多时候那会给我们一个啊相对来说比较更加好的一个指引 啊 然后和大家介绍一个无风险加仓amc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用我的一个联签的话 开户大家就可以获得一股免费的amc的一个股票 然后这个条件的话是只要开户 然后只要充值100美金的话 那就可以获得一股amc免费的一个股票 然后还可以再抽取两股股票 那么如果充值2000美金的话 就可以一共的话抽出抽取六股股票 然后其中的话包括amc 然后这一个活动时间的话 其实是到啊 二月份呢 二到二月底才结束 那就大家接下去的话 还有可能三到四天的一个时间 可以去免费加仓amc 今天的话amc也涨了13% 对吧快要到20块钱了 绝对的无风险加仓amc 我记得前两天的话有一个小伙伴和我说 那他充完之后他拿到了啊 我记得他拿到了五味 然后amc 然后有一股苹果拿到一股苹果股票 还有两股拍了提 其他我还有一股股票 我忘了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运气好的话 我觉得有些小伙伴的话 还是可以拿到一些 还是可以抽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股票的啊 参与的方法的话 是只要用我的链接开货的话充值100美金 可以获得三股充值2000美金以上的话 可以获得六股啊 然后的话就先来看一下数字啊毛利润啊 总共啊这一个季度的话毛利润带在1.18个billion啊 然后同比增长的话是47% 两年那一个同比增长的话 年两年的一个年化增长的话是50%啊 我个人的话是比较满意这一个增长速度 然后啊分别开下和啊他们在骚了那一块 我在上一次做预测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想要超过啊 华尔街的预期是比较难的 为什么啊 其实最后结果出来的话 他们是高于华尔街 以及中间的差距差在呢 其实中间的差距的话 差在塞了那一块啊 塞了那一块的一个GPV的一个增速 那同比增长的话是在37% 但是他们那个gross profit 一个增长的话是在54% 所以他们那个毛利润的一个增速 比他们GPV的一个增速要快很多 那这一个速度的话 是比他们三季度的这个速度都要快的 那这一个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那主要一个原因的话 还是在他们GPV的一个成长里面的话 那么一些大的一些商户的话啊 一个占比的话 或者大的商户的一个增速的话 非常非常快 而一般来说的话 那些大的商户 他们会使用更多的一个产品 那么使用更多的一个产品的话 那square在他们身上的话 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那这一个趋势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而且我说了 加入afterpay之后的话 afterpay他们下面基本上全部都是大商户 所以我会其实是非常期待 afterpay和啊 那一块的一个啊 中间会产生的一些化学效应 那因为非常明显 从这两个季度你去看的话 GPV的增速啊 那么gross profit他的一个毛利润的一个增速啊 都比他的一个GPV增速的话要快 那么而在四季度的话 就是尤其明显GPV才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七 但是他的一个毛利润的话 反而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四 这一点的话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好吧 然后cash up的话 基本上和我预期的话是差不多的 因为管理层 amrida在十二月份给出来的一个指引 是在noz of thirty five percent 那么所以我当初用的一个base case的话 我用的就是百分之三十五 然后实际出来的一个啊 同比增长的话是百分之三十七 所以在cash up那一块的话 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那然后来看他们整个一年的一个啊 gross profit 或者他那个毛利润的一个数据 总共一年的话啊 同比增长的话 毛利润的话是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二 然后如果看两年那个k高的话 是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 那所以呢 square到底是不是一家疫情受益股 到底是一家疫情受益股 还是一家复苏股呢 那我记得我以前和大家给过一个概念 我说啊 我个人觉得其实square的话 它是一个疫情受益股 那但是它也是一个复苏股 疫情受益的话 受益在呢 受益在他cash up那一块 但是他复苏的话 复苏在呢 复苏在seller那一块 疫情来临的时候 他seller那一块的业务 降的是比较低的 那么但是疫情那个来临的话 导致他们cash up的一个adoption增速增快了 那但是你把这两者合并在一起的话 你可以看到那整个二零二零年疫情刚来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同比增长的一个增速的话 百分之四十五 两年的一个那two year的一个k高 两年那个增长的话是百分之四十五 然后整个二零二一年算是后疫情时代了 那么他们的一个同比增长的话 百分之六十二 然后两年那个k高的话是在百分之五十三 所以我对这整整个一年下来的一个毛利润的话 我个人的话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看一下cash up的一个月活数啊 十二月底的时候 他们那个月活数的话是在四千四百万家 然后其中里面的话 有一千三百万人的话是用他们的一个cash card 那等于有点像啊 我们说的一个debit card那些性质 那这个数据是比较重要的 就百分之三十一的他们一些月活数里面的人的话 是有他们的cash card 那一般来说有这个cash card 对于那一部分人来说的话 有cash card那一部分人 他们的engagement会非常非常高 那从他们身上其实赚到的钱的话 也相当说是比较高的 然后这这边的话就是他们seller那一块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seller的话 同比增长是在百分之三十七 你可以看到啊深蓝色这一块 那么大于就一年的话 大于啊五十万GPV的那一些商家的话 他们这个增速的话是非常非常快 那么基本上的话翻倍不到一点 可能啊比上同期的话 比上二零二零年Q4的话 可能要增长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了 那一部分人的话 对于他们那个gross profit贡献的话是很大 那最后我想再回到cash up这边 cash up的一个ecosystem 他们cash up的一个获取客户的一个成本 我们说的一个cac custom acquisition cost啊 这一个数字的话非常重要 因为这一个数字的话 传统的银行获得一个客户的一个数字 获得和一个客户的一个成本的话 差不多在四百到五百左右 那么为什么银行愿意那么花那么多的一个成本 然后去获得一个客户呢 因为这些客户的话 从他们整个lifetime 那么从他们一辈子身上的话 银行可以从他们身上获赚到更多的钱 那其实cash up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 其实每家公司都是一样 都会有一个cac 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 这些非常重要 对于那些券商的话也是一样的 好吧 但是我们去看cash up今年的话 其实是花了一部分的一些金钱的话 在他们customer acquisition上面 花完之后的话 今年最后的一个成本的话 是在十刀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那么上一年整个二零二零年的话 用户的一个成本 获取用户的一个成本的话 是在五刀 然后今年加大了一个投资之后的话 获取用户成本的话是在十刀 但是这一个十刀的一个cac的话 仍然是非常非常低的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指引啊 在啊一月份和二月份的话 骂了那一块的一个gp的话 增长是百分之三十五 然后两年那个增长的话是百分之十六 不过他们一一月份的时候 他们看到塞了那块的增速的话 有一点点放缓 他们觉得主要原因的话 还是因为疫情的一个原因 然后这一波增速的话 已经在二月份的话 已经开始恢复了 好吧 然后他们预期的话 如果已经没有反复的话 那三月份的一个增速的话 再会提升啊 这是塞了那一块 cash up这块的话 没有给出来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 然后就是afterpay afterpay这边的话 大会我讲财报时候 我讲财报会议的时候 再稍微聊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 也是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 然后就来看一下 我对他们财报会议的一个总结 那我说了财报会议 我看完之后 我没有找到一个 那么可以非常明确的可以去解释 他盘后涨了最多涨了百分之二十五 然后百分之二十六 我没有找到这一个原因 好吧 如果说我漏掉的话 小伙伴大家的话帮我补充一下啊 第一点啊 一月份二月份的一个趋势 前面我们说塞了那块的话是GPV 那如果从毛利润从growth profit 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一月份二月份的一个趋势 同比增长的话是百分之三十三 然后两年那个复合增长的话是百分之四十三 好吧 区分开来的话是cash up 百分之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一 两年和年两年啊 可以两年的k高的话百分之七十一 啊 塞了那一块的话 同比百分之四十五 两年k高的话百分之二十八 那我再提醒一下塞了那一块 还记不记得 gross profit增长是百分之四十五 但是对于他们GPV的增长的话 才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啊 所以这一点的话 又是基本上和四季度和三季度的话 趋势都是一样的啊 gross profit的一个增长的话 比他们GPV的一个增长的话要快 那就说明其实这背后的话说明 那么一他们更加效率 第二点的话说明他们这个taker上去了 那或者说背后的那些客户 他的一个群体不一样了 使得他们那使用的一个商品种类更多 那么所导致他们的GP的一个增长啊 然后啊after pay这边也给出了一个指引了 那after pay一夜over一夜的一个增长的话 是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啊 这一点有一点点比我预计的话要低 但是管理层他们给出来的一个意见是因为上一年的话 一季度的时候那主要是因为在啊美国这一边的话 有政府的一个stimulus 那after pay的话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客户的话 也是在美国的 那么所以等于你是比上上一年非常好的一个季度 所以会导致这一个compound的话并不会非常高 那然后就是一些啊 华尔街分析员的一些提问 大家感应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我说实话我真没有听到一些啊 让我非常激动的一些问题 除了一个大多数问题的话 全部集中在cash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人问他说vamo的话很难增加他的一个monetization 然后你们呢 那么管理层的话 其实没有给出来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 他只是说他说 在iOS平台上面的话 cash app是在所有finance金融的一个app里面的话下载量第一 在所有的app里面的话 cash app是下载量第四 那我觉得这其实就说明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network adoption 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其实挺重要的 然后我看到一条就是除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非常好 其他analyst都没有问到 就是我啊 上次和大家说的 我说其实 因为他觉得cash app 他是一个commerce 他是一个商业平台 那如果他看把他看作是一个商业平台的话 那这背后的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背后就意味着广告业务或者广告收入advertising 那有一个人问了 那他说那在和啊 他被整合之后的话 一月份的话就已经带来了十万的一个流量 然后他就问了 他说你们在啊广告业务这一块的话 你们是怎么看的啊 暂时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只是刚刚是一个趋势 因为一月底的话 刚才刚刚开始两家公司的话 开始进行合并或者收购 刚刚开始完成 那然后amrida的话又强调了一下 aft配的话 每一天可以带来一百万的一个流量啊 这些流量的话其实很重要 对于那些广告商来说的话 有流量才有可能 那导致最后的一个销售啊 只要有流量的话 广告商的话 他就愿意进来做广告啊 然后现在的话 aft配的一个啊 活跃客户的话是在一千九百万 那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如果加一起的话 整合的好加一起 那么然后如果他们把commerce 这一块做得好的话 接下去的话 我觉得广告业务这一块的话 那可能是很多现在华尔街上面 很多分析是他们忽略的这一块啊 所以我最后总结一下啊 这一份财华的话 对于我客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OK符符合我的 应该说比我的一个预计的话 稍微高了一点 那就是在GP那一块 那一块啊 其他来说的话 包括他们财报会议里面的话 我没有听到一些让我非常意外的 反而比如说像aft配的一个增速 同比增长在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可能比我预期的话 还要低一点啊 所以全部加一起的话 四季度比我预期要稍微好一点 然后财报里面的话 财报啊 就财报会议里面的话 有好有坏 总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啊 算是一个及格的一个财报 但是不至于我个人觉得 就不至于他盘后的话 去涨百分之二十或者百分之十八 好吗 反正我唯一的一个解释就是被做空的做空的太厉害 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有一部分的一个空洞的话 选择空洞回补 那么那短时间之内的话 也可能会出现一个小 squeeze 然后快速来说一下stamp stamp这一期财报的话 主要其实就看他们的一个营收 他们营收的话 比火尔街预期的话 要低了二十个million 要低了两千万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miss 好吗 然后这张图的话 是他们在一月份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presentation 然后他们在一月份的时候 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对于四季度的一个指引的话 仍然给出来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整年的一个营收 那么如果说我们拿着百分之五十去乘以一个一千 就乘以一个一点四七亿美金的话 差不多得到就是七十三七千三百万 那么这其实也是华尔街的一个预期 那么但是我们回到财报这一边的话 他们最后出实际出来的数据的话 是营收只有在五千两百八十万 整整比华尔街预期的话要低了两千万 那么所以这一个数字的话并不是非常好 那么而且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 这是我自己个人感觉 对于我来说的话 管理层在我这边的一个信誉的话 是往下降了一级 那因为我说对于这类的公司的话 他上市是上早了 那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你去看财报 特别你去看财报 你看不出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些趋势 你只能看什么 你只能看管理层告诉你什么 然后他们做到什么 那就是他们有没有按照他们当初给你的许诺去做到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你以后的话 你因为对于这类公司的话 你只能信任管理层 那即使不管任何一家公司 他只是在在任何一个跑道上 那再好的一个跑道 最后靠的还是靠的一个execution 那你可以给我画饼 但是你这个画完饼之后的话 你得要达到你这给我画出来 你得把你画的那个饼的话 那么给我做出来 你最后做不出来的话 那在我这边的话 管理层信誉的话就要往下降 啊 所以看这边营收的话 不是一份非常好的一个财报 那然后你看他那个指引的话 三五零到四二五 那但是这一份指引里面的话 是加上他们上一次收购的那家公司 那么奥索 energy 奥索 energy 的话 在整个二零二零年 他的一个营收在五千万 那所以你差不多减去五千万的话 就是他们对于整个二零二年的一个指引 在三亿到三亿七千五百万 那然而你再回到他们刚刚上市的时候 他们作为由spec上市的时候 他们给出来的一个指引的时候 二零二二年 他们给出来一个营收指引是多少 三点三三亿一千五百万 那所以等于是这一季度财财报 他们给出来明年整年的一个指引 是在三亿到三亿七千五百万 那有没有可能达到这一个三亿一千五百万的一个营收指引 有可能达到 但是他们那个下距禁是比当初他们给出来的一个预期是要低的 而且还没有算上他们四季度miss的这两千万 对吧理论上来说的话 如果说你把这四季度失去两千万能够放到下一年的话 那ok 那么但是其实上不是 而且中间的话收购完之后的话 他们本来就与其还中间的话 还会有一些crosssell 那不然的话你收购完来干嘛 那所以理论上来说的话 你收购完之后的话 对于你本身的业务来说的话 应该也会有一个营收的一个提高 那就像啊 square就或者block他们把afterpay收购完之后的话 我是期待afterpay的一个收购的话 不单单对于square那一块是一个提升 对于cashup那一块也是一个提升 对于afterpay本身的话也应该是一个提升 那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购啊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我对这家公司起码我现在从数据上去看 我单单只看这一个营收 其他不用看 因为这些这些公司的话 你去看一些bottom line 没有什么意义 那主要是看管理层许诺你什么 然后他们有没有做到对吧 所以从营收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我觉得是不及格 这一份财报是完全不及格的啊管理 我看了一下财报里面 他们给出来一个啊理由就是因为 因为由于啊一些supply chain的一些问题 然后一些啊包括一些permit的一些问题 那但是这个不是理由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让我可能 这就让我可能有一点不舒服的是 他们在一月份的时候 他们做演讲的时候 仍然给出来一个指引式 那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 占整年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 百分之六十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占比 那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他们在一月份做演讲的时候早就应该知道 但是一月份他们做演讲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给出来这个讯息啊 所以这背后的话是存 我个人觉得是存在一定的一个欺骗问题 所以我接下去我会做什么 我们还我还没有听过他们啊 这一季度一个财报会议 我相信很多analyst一定会把这个问题 去问管理层的啊 所以我接下去要做的就是我会去听一下 他们的一个财报会议 然后根据啊分析员问出来一个问题 然后管理层给出来一个答案 然后再去判断这个管理层的话 是不是还值得去信任 那对于这一类非常出奇的这一类公司 如果说我们不能信任这管理层的话 这类公司的话是没有投资价值的 那么即使他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跑道下 这就是我说就投资 不管是投资很多类公司 我们从基本面出发的话 那就是买买完之后的话 后的后的完之后就是verify 每一次财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去验证的一个机会 如果说我们一旦失去了对管理层的一个信任的话 那即使这家公司在再好的一个跑道上面的话 也是不值得去投资的 然后的话就是opendo的一个财报啊 从营收来说的话 最后第四季度的一个营收的话 在3.8 billion 38亿美金 比他们一个预计和比华尔街的一个预计的话 高又高了非常非常多啊 所以这家公司基本上一直是在execute啊 这也是我不是非常担心的一个原因 然后如果我看我们看adjust eps的话 那每股收益就飞快就调整之后的每股收益的话 是在负的零点一三那就是亏损的话是负的零点一三 然后啊华尔街预计的话 他这边用这篇文章说的是华尔街预计的话 是在负的零点一八 那但实际上我在盆勃上看到的话 是在差不多负的零点一四左右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我们去看他的一个adjust eps的话 仍然是比华尔街预计要好 但没有好那么多 好吧 从营收角度来看的话 是比华尔街预计的话要好 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一点也不是我是我在昨天我说 我说我不是非常担心 那么他们在销售这一块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房价房子嘛 他就其实就是一个价格的问题 不管是收房也好卖房也好 就是一个价格的问题 就看你愿不愿意去牺牲这背后的一个margin 好吧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不光是bottom line和他的一个top line 营收或者营收或者盈利 包括他对四季 包括他对下一年就一季度的一个指引的话 啊都是比华尔街预计要高的 特别从营收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比华尔街预计要高非常非常多 百分之二十 然后最后我快速说两点 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在sbc 这一块的话 overnotesbc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并不算低啊 如果我们拿sbc 去除以他的一个gross profit的话 按这一个季度去算的话啊 gross profit就是毛利润的话 差不多在二点七亿左右 然后sbc的话在七千万呢 你拿七千万七千一百万嘛 然后你拿七千万的话去除以他的一个 二百七十的话 那算出来可能在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不到一点 那么这一个比例的话是不算低的 但是我觉得随着他们的一个scale 慢慢开始scale上去的话 我觉得他的一个sbc的话sbc 占毛利润的一个比例的话是会下来的 因为其实我们单去看这个比例的话 四季度比三季度的话就已经有改善了 虽然四季度的一个sbc 比三季度的一个sbc的话更高 但是四季度的一个gross profit 比三季度的gross profit也要高很多啊 这是一点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因为总有一天如果你要进行 那或者说你要达到啊 会计准则的一个盈利标准的话呢 sbc也是快算到会计准则里面 所以sbc的话也是重要的 好吧 今年整整年来看的话sbc非常高 但是主要一个原因还是和他们上市是有关的 这是第一点sbc的话是需要注意 然后第二点啊我们看在他们算adjusted eva的时候 他们把这些啊property financing和other interest expense 这一类的话都是全部剃掉的 那但是这一类的话 那我下面看了一下他的一个解释 以我的一个理解的话 特别是在property financing这一块的话 随着现在我们说要加息了 随着他的一个利率上涨的话 他们的一个 interest expense上去的话 这个数字是会上去的 那包括他们的一个体量上去的话 这个数字就体量上去 然后利息再上去的话 这个数字就会更上去 对吧 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我们去是需要去关注 比如说我们拿四季度和三季度去比的话 你可以看到四季度明显比三季度 那么高出了不少 那么随着接下去如果开始加息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一块的话 对于以后他们那个盈利能力的话 将会是一个考验 那因为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他的一个adjusted eva 特别他们对于一季度的一个adjusted eva 的话一个预计的话 要在三千万到四千万左右 所以比金比这个季度的话会更好 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去看他的一个gap 看他一个会计准则的话 这些东西的话全部是要放进去的 好吧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 我对于他们这一季度财宝的话 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满意的 那因为这仅仅是一家八年的一家公司 以他们的一个execution 他们一个执行力来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非常优秀的 那特别是回到spac 就我们前面如果看一下stam的话 那我说在他们上市的时候 在他们spac上市的时候 他们一般spac上市都会给出五年那个指引 那当初啊啊stamp也给了 然后比如说opendoor也给了 那但是你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 opendoor现在已经完全比他们当初给出来一个指引要好的非常非常多 那今年的一个营收 基本上是他们当初给出来一个指引是两年和三年之后 那么他们才能够达到的这一个scale 或者才能他们才能够达到的这一个营收 那所以他们其实从理论上来说的话 从和他们当初啊通过空和公司上市的时候的一个所给出来的一个指引或者所给出来的一个许诺 那么他们是over execute啊他们是做的更好 那么而stamp的话 从这一个季度来说的话 他们是under execute 他们做的没有没有他们当初许诺的样好 那么所以从这一季度财报来说的话 对于opendoor的财报的话 我个人的话是比较满意的啊 最后压轴的话就是我们coinbase的一个财宝 我只想说啊 coinbase是真的赚钱啊 没有你你很难找到一家刚刚上市的一家公司 他们的一个operating margin就能保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那我说的是operating margin是他们的一个gap 那么会计准则的最后的一个盈利啊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上市的一些公司或者高科的一些公司 因为sbz比较高股权机力比较高 那所以刚刚上市的话能够开始有一点点能够在会计准则上能够盈利的话 就已经非常非常就eps能是正的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但是coinbase的家公司他刚刚上市到现在他的eps就已经是他的一个 那operating margin的话就已经在百分之三十以上了 那简单来说到你拿他的一个net income去除以他的一个啊 net revenue的话 你基本上就可以算出来他的一个margin啊 这是第一点 然后稍微给大家一些context这个比喻可能很多小伙伴不喜欢啊 但是我一定要比为什么 因为我两家公司都有什么比喻就是我要拿他和特斯拉的话去比 就我们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特斯拉整个二零二一年他们这个net income是多少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那说明大家在买啥呀 就买的公司自己net income都不知道那特斯拉今年啊整个上一年二零二一年的话 他们总共的一个盈利的话是在差不多是在我们这段是在五十五亿美金左右 那就是five point five billion 然后那coinbase他们整个二零二一年他们的一个盈利是在三点六个别人 那就是三十六亿美金啊 你去比一下他们两家公司的一个市值 当然我非常清楚 我知道那我们不能看当下我们不能看过去 就是我们要看未来我非常清楚特斯拉的一个未来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趋势在那边的 而coinbase的一个未来的话 那么是非常非常扑朔迷连是一个未知 那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但是我只是想说我们如果只看当下的话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coinbase是一家非常非常专业的一家公司啊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ntu就是他们你可以把它看作他们的一个月活数 他们月活数的话是在一千一百四十万二零就四季度 截止到二零二零年年底 那这一个数字非常重要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数字的话还可以再增加 那特别加上他们这一次超级万他们打完广告之后 我觉得他们在二零二二年一季度的时候 这一个mtu的话非常有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啊 增长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 那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cash up cash up他们的一个月活数是多少 四千四百万 那我不是说coinbase马上就可以到达cash up这一个程度 那或者这一个network adoption 但是这个这个这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的话 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他们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点就起码用户之间的话 是有一点相通性在那边的 相对说可能年纪都是比较轻的啊 所以这是他营收方面的一个啊分布图 然后比上三季度的话 我对他们有一点低估的是 那我在上一次的话 我说robot他们的一个比特 他们一个区块的一个交易的话并不高 四季度和三季度是一样的 但是那明显coinbase的话 比robot的话这一点的话做的更好 因为你从交易量你去看的话啊 散户这一块的一个交易量的话 四季度的话翻了三季度的一倍 好吗 反而机构的一个交易量的话 这一个增速的话并不高啊 最后稍微看一下数字 我前面忘了 就这是coinbase他们四季度的一个财报 然后这是比上华尔街的一个预期啊 营收比上华尔街预期的话高了百分之二十五 然后eps啊我们看epseps的话比华尔街预期的话高了百分之五十六 啊adjusteps的话比华尔街预期的话高了百分之四十二 好吗 其实这一份财报的话是一份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财报 我知道啊 在一些新闻里面呢 说啊啊 可能coinbase盘后的话下跌是因为对于一季度的一个指引不好 那但是再怎么样的话 你都不不能否认他们这一季度四季度的一个财报是比华尔街预期要好非常非常多 那而且最重要的是三季度的话啊接下去一季度的一个指引的话谁知道没人知道那就是因为那整个一个区块链的一个交易的话可能来说波动的话会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他的一个adoption的话是会越来越高 我相信他的一个mtu的话是会越来越高的那就是使用的人的话是会越来越高 可能那从每个人头上所赚取的一个交易费的话并不会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位财报里面也说了 那这一个位置的话可能要跌到二零二一年前那但这完全取决于整个市场的一个环境或者一个啊区块链的一个走势怎么样那但是我觉得大趋势的话是在那边呢就他的一个adoption他的一个mmtu的话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我觉得这个指标的话是会上升的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前面特地去看了一下coinbase啊从上年九月份走到今天的一个走势 然后我把它去和比特币去比和以太坊去比比特币和以太坊从上年九月份走到今天为止的话这两者的价格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他的一个涨幅完全一模一样 然后或者说他的一个跌幅从去年九月份到今天往跌幅的话完全是一模一样但是coinbase的话是比他们比比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话跌的都多那我觉得这一波跌幅的话啊是过分了更多的是由于对于贵股的一些沙跌包括这一株包括这一次财包出来之后盘后的一个下跌对吧因为你是想一下如果说瓦尔街那些那些呢 这些人他们对于财报的一个预测是根据比特币的一个走势以太坊的一个走势比特币的交易量以太坊的一个交易量那么来预来做来做他们这一个预测的话啊那最后实际出来的话再怎么样coinbase他啊财报也比根据交易量所出来那些数据走的要好这就是他们四季度的一个财报所以他最后的一个股价的话那么再怎么样起码也要和比特币和以太坊他们走势是相同的吧那么但现在来说的话比他们两者走势的话都要差那当然短期的一些走势的话有太多的一些 原因可以去解释了不过同他们这一期财报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就完全我个人觉得是有点好到夸张起码他们四季度的一个财报啊然后就是啊这是彭博上面的一个指引你看一下非常有意思我这边看的是南丁 对于这类公司刚上市公司我都我都不看他们那个营收直接看他们那个盈利那么今年结束之后的话在三点六二个别脸三十六亿美金左右然后华尔街的一个预期啊他是在明年的话也觉得他们那个营收的话盈利的话可能在一半都不到那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数字的话是完全可以超过那我觉得即使那整个加密市场在整个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在那边横盘的话那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起码能够做到 整个今年一半的这一个盈利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一个数字的话是低估了而且可能是低估了不少那反正现在你去看啊抗一贝斯他的一个P1的话当下的一个P1的话在13倍左右 然后2022年的一个P2022年的一个P1的话好像是在26倍左右那为什么在26倍是因为他们对于盈利的一个盈利的一个预期的话并不高 当然我理解这背后有一定有存在不确定因素在那边 那么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个确定的一个因素就是加密货币的一个adoption值会越来越高 好然后财报会议还没有时间听听完之后的话我和大家文字总结或者再和大家明天的话做视频的时候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如果大家还要问题的话就下面给我留言明天见 感谢观看